云飞,2021年大变局,第六次创富浪潮来袭,你准备好了吗?用数据说话,看事实真相,最后再给到你解决办法,小视频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利益,认真看完,支持我的,请长按点赞三秒,给个超级点赞,每天为你分享一点财富干货。 中国自改革开放这日起,我们一共迎来了前五次大的造福浪潮,在这五次造福浪潮当中,能够抓住机会的人往往到最后都能够赚得盆满钵满,你要是说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含金量的话,恐怕还真的没有,因为中国在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当中,属于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,正所谓是赢了胆大的,输了胆小的。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,在过去有很多的爆发户,他们的书没有读太多,但是他们的钱却赚到了不少。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,这前五次的造福浪潮,然后我们再来重点讲一下,我们将要迎来的这第六次造福浪潮,以及我们在面对第六次造福浪潮时,又该怎么做。 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渐成熟,如果我们还总想着再靠胆大就能够造福的话,恐怕后面只会有无尽的坑在等着我们,一起来看看。 第一次80年代的个体户造福浪潮,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,正所谓万物复兴,这才是真正的大众创新,万众创业的最好时机。 那当时国家还鼓励人们下海经商,但是在那个年代做生意被视为最下等的工作,那很多人都放不下面子,他们宁可受穷,也不愿意去做买卖。 但是另外一些胆大的不要面子的人却选择了下海经商,到最后他们都享受到了时代发展所带来的第一波红利。 二高贩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诞生的。 第二次90年代认购股票造福浪潮,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,股票作为一种新生事物,让实体经济走向到了资本市场。 但是对于这些看不见又摸不着的虚拟财富,当时大部分人都是抗拒的。 那国家为了让人认股,那甚至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,按人头要求干部带头认购股票。 到最后几乎所有的股票都涨疯了,那些胆子大的,先前赶买股票的人,最后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百万富翁。 第三次,两千年的房地产造福浪潮,从1998年开始,中国才真正的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市场。 2008年到2017年,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,最后我们都看到了,很多人就是通过买房,从而迅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。 那有的时候,我们也会觉得很不公平,人家什么都没有做,当时只是买了一套房。 到最后,却比自己每天累死累活赚的钱都还要多。 第四次,2010年的电商造福浪潮,马云在2003年的时候就创立了魔宝,但是电商的快速崛起却是在2010年到2015年。 当时,你只要在线上会卖产品,哪怕是块石头,都会有人买。 那客户也会觉得能够在网上买到产品而自容,那当时,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讨价还价,他们只会研究怎么才能够下单成功。 那抓住这波财富浪潮的电商卖家,到最后,哪一个不是赚的盆满钵满。 第五次,2015年,自媒体造福浪潮。 2015年,电商发展遇到了瓶颈以后,直播以及自媒体就开始兴起。 那当时,只要你敢直播,平台不追求画质,不追求剧情,更没有潜规则,哪怕你只是晒晒大长腿,都能够拥有到庞大的粉丝量。 那一些主播,年薪更是高达到上千万元。 我们再说完了以上,这五次造福浪潮以后,回过头来你会发现,在过去,普通人想要赚钱,其实还真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金量,都是时代造就的结果。 那一句话,就是你胆子够大,脸皮够厚,就能够赚到钱。 那么,接下来,我们再来说说,中国这第六次造福浪潮。 看看,胆子大,脸皮厚,还能不能够再醒得通。 第六次,高端制造业和高新科技业的造福浪潮。 2021年,中国对外的发展目标,向逆境而上,实现弯道超车。 在未来,我们将会走德国化的路线,向高端制造业和高新科技业进军,增强我国在全球的市场竞争力。 对内的发展规划是,消资本,不中产,脱底层,执行全民富裕。 我们看到,在今年的上半年,国家就是大动作不断,立房企,反垄断,压教育,改医疗。 这一系列的政策,都是在保护老百姓的利益。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,下一个造福浪潮又是什么呢? 不言而喻,当然是高端制造业和高新科技业。 这是我们未来几十年的一个发展风口。 高端制造业,上到航天航空,卫星科技,下到重工船舶,机车电器,再到智能数控,智能装备等等。 那高新科技业,像人工智能,大数据,5G技术,新能源等等。 那以上这些行业,在未来都会迎来不错的发展商机。 那么,这样的一个发展风口,仅靠我们胆子大,脸皮厚,就能够抓住机会吗? 当然不可能,我们还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术。 那就意味着,在未来再想要靠运气赚钱的机会是没有了,我们需要靠硬实力。 但是,这些机会看似都太高大上了,我们普通老百姓又怎么能够抓住呢? 可以抓住,我们可以抓住未来这些行业的就业风口。 那未来的就业风口,就是高级技能型的职业就业风口。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,去年,我国重点技能型人才缺口1900万人。 预计到2025年将会达到3000万人之多。 在未来5年,我国将实现新增技能型人才4000万人,并要求在就业人员当中,技能型人才占比不低于30%。 那高级技能型的职业太多了,比如像理财规划师、公共营养师、健康管理师、磨工、车工、焊工、电器维修工等等。 万贯家财,不如一技傍身的时代又回来了。 所以当下,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,不要再做一敲就能够挖出一个金娃娃的美梦了。 好好学习,给自己充电,学一个一技之长,练好内功比什么都重要。 2021年大变局,第六次造福浪潮来西,你做好准备了吗? 对此,你又会怎么看呢?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,下期见。